战刀大死 唐朝时候人 唐朝初年 进途宗 第二代的祖师 传说呢 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那么既然是 阿弥陀佛再来的 善导大死的话 等于是阿弥陀佛亲自 善导大死的意思 指弥陀十月 这四十八月 这四十八月呢 是真实的理由 所以大死有一句 有两句话 在寄语 这个传得很广 修进途的人 没有不知道的 真两句话 他说 如来所以心出世 我一说 弥陀本缘海 不仅仅是 只是加摩尼佛了 设法世界 过去 现在 未来 众生有感 佛就有印 佛在印化的时候 就像仅仅是 佛在佛舍 而得度者 他就献佛舍了 说法 这叫 如来 出世 如来出现在这个世界了 来干什么 唯独 于大众 介绍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就为这种事情 换一句话说 这是 一切祝福菩萨 出现在世界 唯一的 一桩大四 这大四英语 就是 把净土介绍给我们 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 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 那其他的 这些经教呢 是附带说的 这个世间还有这么多根基 就给你不同的根基 帮助帮助你 是这个意思 八万四千发门 释迦牟尼佛一生 有没有多说 没有 八万四千发门 里面选择几个 不是有意选择的 是众生 鸡感不一样 众生有感 佛就有意 有这一类的鸡 佛就说这一类的经教 没有 他就不说了 四十九年 所说的经论不多 这种情形我们晓得 可是 佛对一切众生 真实的利益 包足一切众生 一生 永拓轮回 永远除十八戒 超出十八戒 一生成佛 这是祝福菩萨 映化到世间的 第一个愿望 如果你的业当中 没有这个缘分 也就是 跟你说了 你不相信 你不能理解 不能以这个方法修行 佛就用别的方法 帮助你 帮助你向上提升 这个方法 能信 能解 能行 那是帮助你这一生成佛了 成不了佛的 帮助你提升 这佛多慈悲 所以这个方法文是 究竟圆满的理 太难得了 那我们要记住 善道大师这两句话了 所以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这个方法文是 对我 我记住了